经过事故现场 一辆北上浦油马列车 特地停下20秒再开车 向这次泰鲁格号意外不幸灵犯者表达致意 台铁清水隧道东正线 也在9号晚间完成四趟列车试运转 测试结果已经达到预期目标 工程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目前还有一些堆置 一些我们备制的一些材料 还有抽换出来的毁损的一些 皮膚枕针钢轨 那这个部分 现在我们的工务同仁 还在那边把它调离 让整个作业区把它收拾干净 现在开始管制人员 加快清运作业 警方和台铁人员也在工地出入口 加强进出管制 是工区啦 也不是说随便人 除了你是施工的 我们的一些车辆 人员机器有必要 那才可以进到现场 那其他的我们是 一律不放行 隧道安全检测 预计在16日结果就会出炉 后续再由土木济施工会 附省安全评估 顺利的话 20号就能恢复通车 单讯花莲综合报道